哈喽各位同学 我们上一个影片讲解了第二段的课文 第二段帮我们介绍了黑死病那时候的时空背景 以及人们怎么样对付黑死病的 接着第三段我们要学什么呢 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这一课的重点是有两个 我们要讨论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 一个是黑死病一个是COVID-19新冠肺炎 所以我们在第二段了解了黑死病的历史背景 跟人们的因应之道之后呢 合理的推测predict 在第三段我们应该要聊一下COVID-19的部分 好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如此呢 我们来进入第三段 However 然而是一个转折 In contrast to the Middle Ages 与中古世纪形成强烈的对比 In contrast to就是与什么什么形成对比 跟中古世纪对照之下 Modern society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combating infectious diseases 所以你看对照之下呢 我们要讲到现代了 现代社会呢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这边有个用法 make progress in 什么地方 在哪方面有进展 现在的社会呢 在对抗传染病上面 有很大的进展 significant就是显著的 接着 Thanks to 多亏 因为 medical advancement 多亏医疗上面的进步 Many infectious diseases that once threatened humanity no longer pose a severe risk 好有一些啊 有很多传染疾病 这边 that once threatened humanity 这刮号刮起来的地方 是用来修饰deseases 哪些疾病啊 这边是一个形容词指句 那些曾经威胁人类的疾病 no longer 不在 那动词是pose pose of risk 不再对人们造成威胁 或是风险 severe 是形容词 严重的 极端的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these once fatal illnesses 好这边的to又出现啊 为了 为了降低影响 the impact of something 什么的影响呢 这个曾经是致命疾病的影响 那人们怎么做呢 所以我们现在要聊了 现代的人类 对照中古世纪 我们做了哪一些的因应之道 people now benefit from advanced medical treatments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objects and environments clean 好那这边他说 人们现在 benefit from 从什么什么受惠 从哪些地方受惠呢 那这边受惠的地方很长哦 我们可以用斗点来区分 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第三个 所以我们有从三个地方来受惠 a b and c 那么看一下a是什么 advanced medical treatment 从进步的医疗方式 以及preventive measures 预防措施 以及第三个 我们从一个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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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受惠 an understanding of 什么东西是对什么的理解 我们从一个 对某个事物更好的理解 中受惠 但是对什么的理解呢 the importance of 一种东西的重要性 我们理解到某个东西的重要性 什么的重要性呢 keeping objects and environments clean 让一个物体跟环境保持干净的重要性 我们从中理解到这样子很重要 然后又从这个理解中受惠了 那这边有个keep的用法 keep后面可以加受词 再加受词补语 用来形容或是修饰受词的状态 那么看一下这keep后面的受词是object 物体还有environment 环境 然后接着它的受词补语 是个形容词clean 是干净的 用来修饰我们的受词 你的物体跟环境要保持干净 接着 as a result of these advancements and practices as a result of 是因为 后面要加名词 因为这些进步 比如说医疗上面的进步 跟预防措施的进步 还有practices 名词可以当作实践 实践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让环境跟物体保持干净 这样子的实践 这样的落实 因为这样子 individuals 就是个体 个人 today have greater confidence and reduce fears of diseases 那现在的人类啊 有更大的信心 以及减少的害怕 有没有更多的信心 更少的害怕 对于这些疾病 compared to 和谁相比呢? compared to those who lived during the black death 跟那些在黑死病时代 活着的人们相比 我们现在的人类 对于这些疾病 有更多的信心 以及更少的恐惧跟害怕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第三段 为他总结一下 在课本的右边 paragraph 3 explains how people have learned to fight against infectious diseases 对啊 第三段讲到了我们人们 怎么样从过去学习 然后来去对抗 这些传染病 which has given them more confidence 所以有鉴于此呢 我们因为现在 更进步的医疗 以及我们的一些 对于一些事情 重要性的理解 我们有更多的信心 来对抗传染疾病 好 那以上就是第三段的讲解咯 我们先休息一下